当然啊这样安排啊是为了防止这些年轻的侍卫和宫里的女眷们啊出一些花花事 这样闹出去他脸上不好看 并且呀很有可能啊把这皇上老爷子这皇冠啊变成满香脆的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在这有600年历史的紫禁城里 他不光是有皇上娘娘老太后 他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 您比如说吧这里边的佣人就是宫女和太监 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 今儿啊我就先跟您聊聊 这些太监和宫女在这紫禁城当中 他们都住在哪啊 住的到底好不好啊 有人说啊这事啊他我知道 在交太殿的月台底下 琉璃坎墙的下边 东西两面啊分别有两排小房 这两排小房啊就是皇上家的佣人 宫女和太监的居所 您这句话说的他也对也不对 他不是我这人爱矫情 关键啊是这个问题 他确实没有这么简单 其实啊常来故宫的人就应该了解 您看这排小房啊 确实在这穷楼玉宇高大殿阁当中 他显得呀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可是啊他正因为如此 如果您走在这乾清宫 交太殿和这昆宁宫的月台和玉露上面 是发现不了这两排小房的 也就是说呀这两排小房 他位置虽然就在宫殿的下方 但是啊他并不起眼 并且呀常来故宫 新系的朋友可能发现了 这种地儿的小房啊 他不光这儿有 在每座宫殿的宫门口处 和这宫像的两端啊 都会有这种小房 这小房他是什么呀 其实这个小房他并不是宿舍 这种小房啊他叫直房 咱们就先拿各宫门口的小房说嘛 这个小房里住的呀是直守太监 相当于传达处管人处 哎也就是门房啊 这里呀虽然24小时分三班 有人直守 但是他并不是宿舍 这里边啊平时也得收拾的干干净净 立立正正的 他有一种啊行宫式的感觉 您比方说吧这真妃娘娘啊 想到锦妃娘娘的宫里去看看姐姐 就得跟这宫门口的直守太监说 你们家主子爱宫里呢吗 去给挨家通报一声去 我看姐姐来了 这会儿啊这当直的太监 给这真妃娘娘行完礼之后 再屁滴滴滴的进去 给锦妃娘娘报告 说您呢妹妹看您来了 当然啊他还有保卫处的作用 这天一擦黑啊 宫里啊除了这前情宫门口侍卫 直房里边住着四个大内高手之外 其他呀就再也没有保卫干事了 当然啊这样安排啊 是为了防止这些年轻的侍卫 和宫里的女眷们啊出一些花花事 这样闹出去他脸上不好看 并且呀很有可能啊 把这皇老爷子这皇冠啊 变成满香脆的 但是这宫里的护卫保卫事宜 就那么的不重要吗 哎当然不是了 这太监呀虽然他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 但是呢他必定也是男人 在这方面啊 太监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您瞧啊庚子之变的时候 这宫外呀闹二毛子 慈禧在西桃前就把这些太监呀 组织起来了 让这二总管崔玉贵指挥 这二总管崔玉贵呀 是个练家子身上有把势 所以呢就带着这帮太监 扛着洋枪在顺真门内外呀巡逻 负责这个后宫的安全 所以说呀这些小植房里住的太监呀 他不光得伺候人 他还有保安的作用 哎这话又说回来了 咱们还得说说交代店底下那两六小房 是怎么个意思 我仔细数了数啊 这东时间西时间 大概有二十间小房 那么这比一个轮值的地方 为什么需要时间房这么多呢 要是这么说呀 那咱们就得往上捋捋了 您抬头看啊 邪面优的前边就是什么呀 是昆宁宫 这原来呀是住着皇后的 明代啊 明代基本上所有的皇后都住在这 到了清代以后啊 这的功能就变了 住的皇后啊 他没几位 您伸出一个巴掌来啊 就能把他们数齐了 您比如说吧 这顺治皇帝的费后 和这个孝慧张皇后 还有康熙皇帝的孝成仁皇后 还有他的孝昭仁皇后 没了 其余的皇后啊 大多都住在东西六宫 人家呀 他不住在这儿 住皇后的时候啊 那这儿需要的宫女太监 那就必须得多 所以呀 他自然轮值的也多 必然呢 就需要这么些的执房 您看这二间小房啊 虽然也是黄琉琳娃 但是啊 他档次和格局啊 其实挺低的 您看啊 他是这宫内建筑当中 档次最低的卷棚顶 并且上边月台的水道啊 从这底下通过 那么这么一来呢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潮 并且呀 这两排小房 他得不着阳光 怎么说呢 他东西两面房啊 天即便再好啊 他也只能是朝半天的阳光 那半天啊 只能阴着 再有 您看这窗户了吗 这窗户啊 现在明显感觉是 二目加玻璃 其实啊 也有可能是窗帘内 香玻璃 隔过去呀 宫里这种小房啊 也就是回一层窗户纸 所以呀 这光线呀 从窗子也不能照到屋里去 再者呢 这种吓人的房子 平时也不能大厂摇开 从外边直接能看到里边 里边能直接看到外边 这就是紫禁城内啊 最低档次的窗帘格式 紫禁城内啊 最传统的窗帘格式啊 被称作二目加沙 也就是说 这两层木窗帘当中啊 加的是一层沙 再后来的窗帘格式呢 就是二目加玻璃 这些加玻璃窗帘啊 那可不是新的啊 自雍正年以后 这宫里呀 就大致的用上了玻璃门窗 那么说了半天 那到底这宫女和太监 他住在哪呢 这各个宫里啊 体面点的宫女和太监 都住在偏房和耳房 就是这正殿和偏殿的暗间 比这正殿呀 低矮很多 不过呢 他的格局啊 就像咱们现在 北方民居的砖瓦房 一个意思 并不像这些小职房 如此的矮小 虽然啊 他也不太得阳光 但是他宽敞干燥的多呀 在这些宿舍里啊 都是炕 这话呀 要搁在南方人嘴里啊 那就是链铺 显着档次就那么的低 可是殊不知啊 这北方的炕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从东头 一直通到西头的 这个叫通炕 这睡炕啊 他好处大了 他冬暖夏凉啊 这南方朋友 他体会不到 当然了 那些体面的 有身份有脸的宫女和太监 他们通常都是自己一间屋子 您比如说 那各宫的总管们吧 他们一般呢 住在套间里 这外屋啊 还有一个小太监 专门的伺候他 当然也是比较隐蔽 不能让主子瞧见了 这些大太监享福啊 都在宫外自个的私宅里边 在他们的私宅里啊 不但有用人老妈的使用丫头 还妻妾成群呢 说远了啊 咱们再说说呀 那些上班职守 普通干操活的 宫女和太监 他们都住在哪 这些人 一般都住在内宫仪里 城墙边上 修建的宿舍 据说呀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 太监和宫女啊 住在景山后边的宿舍里 所以说呢 今天咱们要搞清的问题 就是这些小房 其实并不是像很多博主 传言的那样 它是宫女和太监的宿舍 其实这些呀 是职房 这宫女啊 和太监住的地儿啊 那还是相当像样的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今儿天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儿 您记住了啊 知道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